哈喽哈喽,小小好,我是红尘 现在要准备要出发了,昨天晚上本来是想在这个底下露营的 但是昨天晚上到了9点多钟,然后准备在这边搭个帐篷,把帐篷搭好了 完了之后边上就有好几个人在那边钓鱼 到了晚上12点多,快一点钟了,还在那边,而且人特别多,越来越多,特别吵 哇,实在我受不了了,后来我就跑到这个,这个是一个安置房 我就跑到这个安置房的巷子里面,然后那里面是刚好也没有人 我就在那里面露了人,搭了个帐篷,现在是东西收拾好了 今天准备去参观一下这个台奥庄,呃,这个战役的继练馆 看一下这个里程表还是这样子的啊,十二九 出太阳了,出发了 现在呢,我是在这个台奥庄战役的这个,呃,纪练馆的这个停车场,刚才呢,是准备去那边,他那个战役纪练馆就在这个前头 刚才呢,本来是想说,呃,到气练馆去参观一下,呃,昨天晚上呢,就因为这个地方是要做核酸,要有四十八小时的核酸包括 所以呢,我就昨天晚上,我就说去做一个核酸,昨天晚上大概就八点钟左右吧,去做了核酸 那之后,今天早上到现在,现在是十点钟了,呃,包括还没出来,然后就进不去了,那之后呢,就到医院那边去查一下,到底是核酸啥时候出来 结果一看傻眼呢,24小时才能出核酸的结果,所以今天这个地方也看不了了,只能放弃了,呃,继续往下走吧,今天到威山湖去,看一看那边,呃,怎么样了,现在准备出发了 嗯 嗯 嗯 ihren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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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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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就来吃一下 看一下黄花牛肉 这个是这边的当地特色 主要是黄牛肉还有黄花菜 在里头的黄花牛肉 看到吗 这么大一个锅在煮面条 黄花牛肉 这个是黄花菜 表面是黄花菜 还有香菜 牛肉 这个面条也特别粗 人特别多 到了山东这个地方 吃面条 给那个 弄这个生的大蒜 我给他试一个 尝试一下 皮现在给他剥了 这是本地人的一个特色吃法 我也来尝试 试试看 蒜的肉 拨好了 一口蒜 一口面条 蒜的肉 这味道还不错 挺好的 这个一口面 这个大蒜 肯定很不错 这里是梨大蒜的那个场地 就是那个皮肉 很净很净 所以这个大蒜的质量也是挺好的 这个面条特别有劲道 这个好吃 给我一个安静的角落 避开所有眼光的探索 寂寞是我唯一的结果 经过多年刻意的漂泊 面对无数陌生的面孔 像个鬼 所找不到没有 今天一路沿着这个运河的往前枕 一路都是这种白羊鼠 然后这个枝鸟的叫声嘎嘎嘎嘎嘎嘎嘎的 很有夏天的感觉 现在走到这个运河边上 这个地方看着挺宽阔的 这个是一个湿地公园 这边是一个什么休闲医业公园 最近是夏宜 然后这个水都涨上来了 这个是湿地 上面都有一些荷花 新路线途经104国道 这边还有好多人在吊银 看到吗 这个水感觉还可以 很大一点 也是心里话该向谁诉说 走吧 只想要简单的拥有 一片小小正式的天空 不要再有飘零的示弱 为什么 经过多年以后 所有的爱与恨 不能等过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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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好 现在到达的这个是 呃 微酸湖的这个私立公园 但是现在因为 那个上游那边泄洪 现在是 这个景色的就是临时关闭了 就没办法进去了 我看他这个 这个地方外面呢 这个地方 夏天的这个景色是相当漂亮的 额花特别好看 但是现在因为 这个就是湿地公园 那今天晚上本来是想说 这里面有一个停车场 想说在这个里面露营 但是现在也泡舱了 没办法露营 因为这里面也不让大帐篷 所以现在只能是另找别的地方了 前面那个地方呢 是有一个体育馆 准备回去那边看一下 看有没有露营的地方 然后车子呢 也得要找充电的地方 现在因为车子也没有电 然后到这个地方呢 基本上都是充电桩呢 都是一些快充的 或者是有一些慢充的 像这个特台店的这种慢充的 我根本充不了 没办法充 所以现在也是没办法了 只能说是 去那个 体育馆看一下 然后 找个录影点 走吧 继续找录影点 看到吗 这边有这么多的这个充电桩 但是我都充不了 因为它这个充电桩是很奇怪 就是低5A的那种电流 它没办法充 所以现在就没办了 那个充不了 不然这个你看这个充电桩这么多 这边都可以充 但是国家电网这边的话就是没有充电桩 太烦了 那这个卫生间里面它是有电的 但是这边不能露营就没办法了 不然的话就在这个里面充个电也是可以的 在这个卫生体育馆这边 这边有个卫生间 刚好这边那是有电 刚好车子又在这边充个电 今天天气应该看起来还不错 这地方环境还是挺好的 刚好 在这个地方呢 车子是可以充电 哎呀 现在已经 嗯 版本了 三十七 穿过三十七按的电 现在把这个东西给它收起来